中極波動指標UO是基於買入壓力 Buying Pressure去計算出三個短中長不同週期的平均好淡力量 再依照權重比例計算出的好淡水平 當買入壓力越高 即是市場做好倉的壓力越大 後市出現升勢的機會就會越高 相反當買入的壓力越低 市場做好倉的壓力不夠 後市升的機會就自然越低 甚至乎會出現跌勢 終極波動指標和一般按照權重計算的技術指標一樣 會比較重視最新調貼市的價格 相反較遠期沒那麼貼市的價格就會沒那麼重視 終極波動指標有三個參數需要設定 傳統的參數會用7、14和28 而它的數值會由0到100顯示 50的水平是中線 傳統上70的水平是超賣區 30的水平就是超賣區 UO指標的超賣、超賣水平並不是用來撈頂撈底 而是有利於背持形態的交易 即是當價格一底低於一底 但對應的UO指標數值出現一底比一底高 再確保UO指標的第一個底部 它的數值曾經處於超賣區 而在UO指標裡面 兩個底部之間一定會有個高位 我們可以在這個水平延續畫出一條信號線 只要當UO指標數值之後升穿這條信號線 就可以入市買升 而當價格一頂高於一頂 但對應的UO指標數值就出現一頂低於一頂 再確保UO指標的第一個頂部 它的數值曾經處於超賣區 而在UO指標裡面 兩個頂部之間一定會有一個低位 可以在這個低位水平延續畫出一條信號線 只要當UO指標數值之後跌穿這條信號線 就可以正式入市買跌了 另外在參數設定選擇的時候 不可以亂按設定 而是有特定的4比2比1的規率 所以除了7、14、28這一組參數之外 都可以用參數5、10、20、或者6、12、24 等等比例的參數 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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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に